目观说电影 讲得很新颖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部因为差评 却丢了性命的故事 AKB恐怖夜之投诉 深夜凌晨4点 小美在路边打车 但是迟迟都看不见出租车的踪影 终于一辆D视开过 小美招手 D视却没有停下来 小美郁闷 嘴里面不停的抱怨着 这时候另外一辆出租车停了下来 小美看到终于能坐车了 上车后 小美还不停的向司机抱怨着 现在这些人服务质量真不行 明明是空车 居然不拉我 这时候车门自动关上了 但是忙着抱怨的小美却并没有在意 小美不停的说着 现在的出租车准则到底有没有用啊 还有啊 司机司机你赶紧开车吧 司机并没有回应 车上的收音机也在滋滋的响着 小美反反复复说了好几遍 司机开车吧 司机才缓缓的发动了车子 小美见状又感叹了句 这年头真是服务质量太差了 车在路上行驶着 开了好一会儿 小美发现不对 司机似乎绕路了 司机说 啊对不起走错了啊 小美听到就十分的生气 直接对司机说 你是出租车司机啊 不知道路还出来跑出租车吗 司机也没有回答 依旧默默的开着 小美深深的叹了口气 这时候小美的电话响了起来 同事的电话打开 原来 小美是一个深夜灵异节目的策划 她的一个企划案被拒绝了 虽然在打电话的时候 小美毕恭毕敬的 但是挂了电话的小美 直接就开始抱怨 这时候 沉默的司机居然跟小美搭起了话 问她工作上的事情 还说道 您的能力应该很强吧 对周围的人应该也很严格吧 小美回答道 是啊 如果不严格 他们也不会意识到重要性啊 司机没有回答 这时候路过一个红绿灯路口 红色灯光照在车内十分的诡异 小美这时候又问起司机 知不知道关于出租车的灵异事件 但是司机却没有回答她 小美略显尴尬 这时候绿灯又亮了 车子开始前行 小美健壮 就对司机说 你不要再走错路了啊 小美准备睡一觉 但是收音机一直滋滋的响 吵得她无法入睡 正当她准备开口的时候 司机却开口说话了 收音机坏了 而且又走错路了 小美一听火大了 你这司机是怎么回事啊 不认识路也能当司机吗 突然小美想起了 在很久以前 她上班快要迟到了 也是打了一个车 但是司机却开错了路 司机一直不停的道歉 收音机也是滋滋的响着 一切都让小美十分的烦躁 目的地到了 小美也迟到了 小美支付了一半的车钱 还直接打电话 投诉了这个司机 让他们解雇她 小美突然哈哈大笑起来 原来是你啊 你现在还没被解雇啊 司机听到这个 直接踩下了油门 小美开始慌了 司机说 每个人都有她的能力 不是每个人 都像你这样完美无缺 车开到了荒无人烟的路上 小美想拿起电话求救 但是发现没有信号 而司机却说着 因为按照你的要求 我已经被解雇了 老婆孩子也离开了我 现在我一无所有 小美反抗着说 这本来就是你的不对啊 如果你要是知道路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但是司机沉默不语 一路向前开着 小美想要解开安全带 也解不开 这时候电台开始播放 一名男人从高楼跳下死亡 而死者的名字 正是出租车司机的名字 这时候司机消失了 小美以为自己得救了 结果司机却突然出现在她的身边 大喊着 这都是你的错 无人驾驶的汽车 又再一次飞速行驶起来 电影完 首先看完这部电影 木瓜要对很多单身的男孩女孩说 不要在深夜坐出租车 要坐也要结伴而行 其次是在生活中 每份工作都不容易 多一点宽容 多一点谅解 但是也不是任何都能宽容和谅解 要在对方做好本质工作的前提下 如果确实业务能力差 那么差评也无可厚非 宽容和理解并不是偷懒和道德绑架的理由 毕竟生活都不易 就像木瓜视频做的不好 你们也可以给我差评 还有像木瓜我这样 虽然长得漂亮 但是也不能成为为所欲为的理由 你们说是吧 好了 看了电影就是我的人了 点赞加关注 木瓜带你上高速 我们下期再见